您现在收听的是 SP CMCC Clubhouse Episode 1 哈喽大家好 我是郭亮 我是舒文 我是洪睿 大家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一期 就是我们的广播录制 对对 在这里的话呢 我们会分享一些 我们每天学校啊 或者大家都比较关心的一些话题 还有一些我们的日常生活的一些分享 大概就是这样 对 然后就是大家都是 在听我们的时候 应该都是青少年 然后也是poly的 就是一些学生这样 可能也有中学生 你工学生 对 大家近期啊 都是在忙些什么 我刚刚实习结束 目前的话就是放假阶段 哇 放假阶段 爽耶 哎呀 其实也是我们也在 对我来说 我现在就是刚刚考完试 考试期间就是非常非常非常忙 然后就是天天要赶着复习啊 然后就是说 我们就是每天要不断复习 然后考试期间 也就真的是绞尽脑汁 然后就是累 然后又熬夜这样子 都熬夜对吗 嗯 对 还经常陪你熬夜 对对对 我还记得 对对然后现在就是放假期间 就终于就是说可以把学业稍微就是放在一旁 然后就可以玩玩一些喜欢的一些兴趣爱好这样子 对 宏睿呢宏睿 我就跟苏文恰恰相反 他实习刚结束 我实习刚开始 然后就是考试完的多两个星期实习就开始了 然后现在就忙着去做工啊 天天就日夜奔波这样 那时候你就是考试之后 你有没有觉得好像就休息有点不够啊 就马上就去实习这样子 觉得对 当然啦 因为毕竟考试就忙了那么多天了 然后忽然间有两个礼拜呼吸空间 然后又要开始去想东西了 对对对 我们这边的我们本身就是说 如果是说没有实习的话 我们这边是差不多六到七个礼拜以后 等于就放假 好羡慕啊 天啊天啊 对 那就说假期的话要出去玩吗 我最近好像出不去了 因为我爸妈觉得说现在疫情还是蛮严重的 就不让我出去玩 对 说到疫情啊 对 你们觉得疫情已经差不多要过到一年半两年左右 对啊 就缠着我们好 我们Bali的生活啊三年啊 缠着我们两年了 哇就是真的 然后我们就是想到疫情就是想到待在家里 就是要就是好保护自己这样子 然后就说好像我们的自由就被控制了一个 对 对 然后疫情是哪 那个时候疫情刚开始好像是12月是吗 好像是年尾的时候 年尾的时候 19年对吗 2019年 我都忘了 好像过了好长的一段时间 时间好像过很快 这样子对 对 又长又快 哇 我觉得我生日啊 哇 18 19岁好像没有过得很充实 我也是这样子 我就想因为我们我这我其实觉得蛮难受的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差不多就是基本上最近疫情的时候呢 我的18岁生日也是在这一段时间内过的 就感觉以前的话想好的是说很多同学会一起来参加呀 一起就是大家一起玩出去玩什么的 出去出国玩 可是现在的话呢就是都是跟家人独自在家里过 所以感觉挺遗憾的吧 18岁好像没有过得很充实 对18岁就像现在已经过了两年了 可能我再大一点就是现在也差不多20快20了 就是基本上这两年都感觉晃得很快 更多的时间都是在学习啊读书上面过的 就是觉得疫情真的是影响了我们很多人 就是大部分 我觉得小孩大人青少年都被影响了 尤其在就是在工作和学校 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有一个新的改变 然后呢就是说可能在学业上 我们需要用另外一个方式去生息这样子 对了解 疫情啊就是已经发生了就是说一段很长时间了 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在这里各每一位都就是说 都有受疫情的影响 就是说一下在我们个人的生活 就是可能我们三个 就是疫情影响了哪个部分的你们说 我的话呢我觉得一开始最影响我的是 因为我那个时候刚刚进这个学校 然后是个新的环境 也是个新的一个读书的一个 整体的一个构化也不一样嘛 对所以那个时候呢我本来想着说可能我们会跟同学们一起就是在课堂里面就是大家会聊然后就是一起上课 可是没想到直接就是让我去在家里上网课 对就特别难受 我就觉得说很难适应吧一开始 然后可是我也是觉得有好处的其实因为我我们每天就是上学可能要花很长一段时间就是可能要坐车啊坐地铁啊 对啊就交通时间很费很多 这样其实我想一下我们就从我上了网课以后呢 我可以抽出来起码一个小时的时间做一些别的事情 所以就可以读书啊还有就是做功课的效率就特别高 那段时间就是对啊一下课我们就可以直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也不用走动什么的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点吧 反正就是我觉得我喜欢网课的理由这样子 我觉得苏文这种经历是给那些比较有自律一点的朋友 然后反而对我这些没有那么自律的我就会趁网课的时候就迟一点起来啊这些 就不是那么好的影响啊我先说 然后就网课让我更偷懒反正 因为我也很少跟老师他们接触啊 我特别特别受不了那种三个小时的读书 三个小时的读书 那种网课太难受了 尤其是那种就是需要你边做事然后边听课的 或者纯听课其实也蛮难说的 很难注重精神吧我觉得 我相信那些读书也被影响到啊 因为他们需要在家里 可能家人们全部都在旁边啊 尤其是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新加坡是有那个circuit breaker 我们POLI开始不是四月多 然后老师就是要马上适应这种在那种网上教课的一个范围 不是好像每个人都没有就是以前都没有尝试过的 都是面对面对不对 我真的觉得哇可是看到疫情这样子 就是有有它的好处有它的坏处就是可能说可能有些人就偷懒 我自己本身的话我自己本身的话是说也是蛮赞同那个不用就是交通方面 就是因为我本身是住学校就是差不多要一个四十多分钟这样子才来到学校 所以我觉得那个交通会非常就是让我省时间 对然后对然后可是因为我是觉得刚刚开始POLI的时候 我们不是要认识到一些新朋友 可是我们在网上怎样认识那个时候 你有认识到吗 我其实蛮庆幸的耶 因为我的同学们他们都比较外向 所以我们只要就是一有联系方式我们开始做事的时候 我们就会开始聊起来 然后有就是大家都会去聊啊 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刚开始 我们因为一个项目还是一个project这样子 我们需要留下来就是一起聊天 然后我们就得做功课嘛 然后我们就有打电话 我们就会teams聊天 一聊聊到凌晨两点都有的 哇什么开始好好啊 对好闺蜜的那个感觉 对所以我觉得蛮幸运的 因为我本身同学们都挺外向的 那宏林那时候 就是朋友就是有没有就是说 开始要开cam然后看到对方 还是说有点尴尬什么的 对会啊 因为我本身是比较内向一点的 所以前几个月我是一个朋友都没有去找 因为我是不会去那么主动的去找朋友的那个人 他们找你这样子 对啊就等他们找我 就等到有project的时候啊 就难得聚在一起 然后他们就说 诶我从来都不知道你在这个班里面 你是哪里来的 存在感都不在了 对没有存在感你懂吗 对对对 那个时候就是因为都没有见过面都不熟 然后就是要一起上课还要做project 那老师就说 哎呦我要大家group在一起 嗯 要做一个project 就是那个说证听嘛 然后还有呢在家里开cam的时候 我们都是没有去准备的那种 然后就开就很unglame了 所以就超级尴尬了 有些女生会比较害怕就是素颜上cam的吗 嗯 那是那是 哈哈哈哈 素颜上cam的时候有查makeup了吗 有时会吧 稍微一点点 没有其实我觉得女孩子早上起来呢 我们我们就是稍微互服一下 或者稍微去化妆是一种享受 而不是就是为了给别人看 对对 赞同 嗯 打发时间罢了 对 对 毕竟都不用就是travel来学校这样子 对对对 我觉得就是刚刚所说的就是疫情就是影响我们很多 对 然后呢其实影响是说是其中一个方面 有没有觉得疫情啊就是发生之后 有没有一些遗憾的点子 遗憾的话是一两年这样过去 就是说原本如果没有疫情 我就觉得很多事情都可以办成 对 很多事情都可以 好像可能生日的那些东西 但是就是说跟朋友聚聚 或者说跟长辈们 亲戚朋友们 只要新年这样子 以前新年都是一大堆人聚在 什么 那都不行 都要发那种红包 在微信上发那种红包 对 对吗 对对 你们觉得你们也没有什么遗憾点 关于这种疫情 就是不能回国 因为我本身那是在 就是我的家人 有些都在中国嘛 对对 然后因为这个疫情 我们就没有办法回去 所以都是 基本上都是在网上 大家会联系什么的 就是好像是说 视频的 那不觉得好像有一个 好像被屏幕隔阂这样子 是的 会有的 对 那种感觉 因为呢 Honry这样说 Honry有没有就是外国的亲戚 外国亲戚倒是没有 但是可能家里最遗憾的就是 我阿公就是去年去世了 然后刚刚好就是在Covid那时候去世 所以那时候的 对 那时候 Funeral就 葬礼啊 就只可以限制成 好像20个人啊 哇 那个 对哦 所以举办的就非常小心 然后我们大家都觉得很遗憾 就是要举办那么小心的 对 你怎么觉得好像又在阿公最后一周 没有好好送走 对 没有好好送走 对对对对对 那个时候是过了Circuitbreaker 那个时候吗 呃 是四月多 我记得 那也就是差不多在那个 对差不多在那个时候 哇真的真的 你想就是疫情真的 我们有很多事情就是好像 后来去相当回想起来 就好像有点遗憾 就是说家人如果不幸离开 还是说没有不够时间 所以有可能 就是清晰我们这样去互动这样子 就是真的 我们要真的是 这是好像一个新生活这样子的方式 对 我们要跟着疫情的发展 就是一样就像下去 就慢慢适应过来吧 我觉得 我觉得大家都还没适应吧 还是适应了 我觉得我麻木了 已经跟疫情一起走下去了 对啊 然后最近不是有什么 一千多个Case吗 哦对 最近又突然涨了 天哪 对 然后我就看那些新闻 就觉得 哦 一千多个 哦可以 就觉得很麻木 就没有被影响到现在 就是好像已经 已经没有什么惊喜 听到一千多个Case 对 然后就不会什么 不会那么去怕了 那种 我觉得是一个 不是那么好的一件事情吧 对 大家打疫苗了吗 我们都打疫苗了 打了 我觉得还是就是一个东西 我觉得自由啊 在近期 都有点像被疫苗控制住 如果你没有打疫苗 好像哪里都不可以去 对不对 那是的 对 我觉得好像就是要跟朋友 就是跟家人 就是一起去 公进晚餐 严格来说的话 大家都对 就是这个疫情呢 已经像是 大家都会有一点警惕心了 基本上我们自己也会 就是特别重视啊 所以疫苗这种东西呢 我们会去打呀 然后 其实就像刚刚我们说了 就是有 有一千多个Case 然后我们自己本身 主动的待在家里了 以前刚lock down的时候 会特别难的时候 我就会特别想出去玩 现在的话我会 哦 一千多个 那还是待在家里吧 就是这种感觉 就是 就是 就是因为这样子 然后我们也是很鼓励 就是大家要去 尽快打疫苗 也是尽快就是说 获得自己的自由 对不对 对对对 没错 我觉得就是疫情影响很多 然后呢 就是也是想问问大家 就是疫情有没有影响 你们个人对人生的一些价值 有什么 个人的话呢 我觉得没什么 不过 我发现到一个点 就是 你在疫情 就是 疫情嘛 大家都待在家里面 我的话呢 我发现我的饮食结构 变得更健康了 怎么说 因为我家里人 就是比较喜欢在家里煮 我们就不怎么出去吃饭 或者去打包这种 对 所以在家里的话 就比较 就是 那个时候煮 自己煮 就会少盐少油 就整个人就吃了 就会更清淡一些 然后上网课后呢 就是 也会有更多时间 对吧 我就会可能 就是 查一下食谱啊 然后 就感觉 其实 其实吃了清淡了后呢 你整个人的一个 精神状态 也会变得更好 对 你自己做吗 还是说 有时候我会自己做 有时候我爸妈会做 挺幸福的 所以我觉得 还是有一个好处的吧 就是可能以前会 更多 就会 经常跟朋友出去吃饭 可是现在的话呢 可能还是 会选择自己煮饭 对 而且还学会了 一个新的技能 对 所以我觉得 还是有好处的 在 就这个点上面 有没有想念外面的食物啊 就是说你如果在家里吃酒 好像你有时就是 好像你去吃美食 会 会时不时会 退出去 对 对 去吃火锅 吃烧烤 好够啊 现在 可能就是 就会让我更加珍惜一下身边的一些朋友 这些友情啊 还有珍惜一下世界 就让我珍惜一下生活嘛 因为疫情刚开始的时候 每天就过得很慢 然后我就很无所事事的就去过 没有什么去学新的东西啊 或者跟朋友增加感情这一类 然后直到今年吧 然后等疫情开始放开的时候 去了解一下其他人 然后觉得 诶 我去年都要干什么啊 就好浪费时间啊 所以我就开始就去 留意一下身边的人啊 然后这样 平时如果说是比较空闲的时候 自己好像一直在做什么 以前的话我就闲着咯 就看时间慢慢的流失 留到晚上 睡觉 然后再起来 时间不是过得很久 我还看过那个时钟 就一个一聊天 就看上去太阳慢慢下山 真的很辛苦 可是现在呢 就弹吉他这些啊 不然就是找朋友聊天啊 在网上聊天这样 说到弹吉他 我个人也是 也是有 差不多就是跟他一样的经历 就是说 本来也是说 不要玩小满音乐这样子 就是那个时候 我是觉得说 没有疫情的时候 我就是可以出去去看演出这样子 就是艺人还是说 自己的偶像 来加坡办演唱会 然后后来就是 全部都cancel了 对cancel 哇尤其是因为我很很红白 然后很喜欢JJ 就是林俊杰 然后呢 就是他来的那个新的风代厂 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有点疫情爆发 这样子 然后我就 有点就是我父母有点担心 就是去那个人潮蛮多的地方 可能会说是感人哇 然后就是说不希望把这个疫情 就是COVID 带到家里去 对 可是他最终不是搬到online了吗 那那个是最后一场 对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是 我觉得那个做法挺好的 对对对对 我觉得是一个不一样的呈现方式 我觉得是这样的 大家都是在努力的 想办法对抗这个疫情 对 努力的活上去 想办法用各种方式 来点亮我们自己的生活 对 对 总的来说就是我们肯定是希望 就是疫情赶紧结束啦 对吧 就是疫情结束后呢 你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做的事情 对对对 其实我特别想做的事情 就是去马来西亚 就出国旅游嘛 可是我看应该 今天应该是不可以了吧 那个BODEL肯定会关掉了 今天都要差不多结束了 对 今天都要结束了 努力努力 都配合配合 少出门 最想做的是啊 就是去参加大新的活动 如果本身就是有玩意 就是想去台上 再展现这些才艺这样子 就competition 去比赛 去玩一些音乐这样子 我觉得因为这些东西 都可能需要说 好像要唱歌这样子 对 尤其是其实网上唱歌 跟现场有观众是 整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对 没有那个气氛 对 因为如果你是说在网上唱歌 那你跟就是发出来的那些 音乐有什么区别 对不对 那些专辑那些 它都是都是 还是注重氛围感啦 氛围感 对 Live就是不一样 对 是的 好 那我觉得我们大家都非常期待 就是这个chapter过去 对 这个阶段会过去 对会结束 因为我真的是很想回到 当初我们就是享受一下 对 是的 好 我就觉得大家 可能对疫情的话 也是有很多不同的想法 对 对的 希望大家就是都注意注意安全 我相信我们如果彼此 都跟着政策走的话 很快呢 这个疫情的人数 就是被感染的人数 会慢慢地减少 然后我们很快就能步入正轨 就恢复那些以往的生活吧 哇 那你们初不期待 就是说那天我们终于不用再戴口罩了 有的 戴口罩 脸好油啊 又长痘痘 对 哇 就很不舒服 特别闷 对的 那今天的广播就到这里吧 谢谢宏瑞和郭亮 也谢谢苏文 我们就在Clubhouse 而不是 Do 见 拜拜 by bwd6